大家好,今天我們去到試算表的第六課 就是在說letter if 是甚麼意思呢?意思是巢狀 巢狀是甚麼意思呢? 甚麼意思呢?首先我們會知道甚麼是letter if 然後像之前一樣,我們會學習語法 首先我們看看,在語法上 你見到我們之前學習的if 是會等於if括弧條件 我們上兩課就講了條件 然後,如果條件是正成立的 即是return true 就會有顯示回應1 否則就會顯示回應2 這個情況 所以你見到一般來說,if只有兩個回應 但是如果有些情況下,我需要多於一個,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會發覺我們會用一個叫letter if 即是巢狀 等於if條件1 回應1,豆豪if 括弧條件2,豆豪回應2,豆豪回應3 甚麼意思呢?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條件成不成立 如果第一個條件成立的話,我們就會顯示回應1 就像之前那樣 否則 我們會進入第二個if 不用等好 等好一個夠了,一條公式一個夠了 我們就會進入if 然後看看條件2符不符合 如果條件2符合的話 那就出回應2 否則 就出回應3 所以這個情況下,你發覺是可以多於兩個回應 甚至乎你繼續去 多加多if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看看實質例子 這裡有個分數 我們之前試過回憶先 如果這個分數是低於50分,我們就出fail 否則就出pass 等於if 條件是 A2 是小於50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我們就會出pass sorry,fail 否則,我們就會出pass 好了,這是我們之前學過的兩個選擇 好了,這樣 OK,好了 你會看到情況是這樣的 好了,但現在這次就不是了 我就想 如果它,聽清楚了 如果它是 大於90 大於85分的,就拿A 接著呢,如果是60 至到去 66 至到去 85的話 84的話 我就拿B 其他情況呢,就拿C 情境是這樣的 當 如果我的分數是大於85,就拿A 66至84,就拿B 接著就拿C 我們怎樣去做呢 那就來了 等於 我們第一個條件是 看看分數大不大於85 所以A2大於85 我會顯示,如果是的話,我會顯示A 所以 2點包著A 接著 否則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85的時候 我們就 這個分數 是要大於 等於 66 稍後我解釋為什麼 如果這個成立的話,我們就出B 否則 就出C 不好意思 OK OK 出C 好了 為什麼呢? SIR,為什麼這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先顯示一下 大家看看 我先說一條式 你們會覺得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猜大家明白的 A2大於85,所以出A 否則 我有三個可能性 這個Excel有三個有機會出的字 所以我們就會用if 有letter if 否則 現在SIR,明明是 66至84 為什麼沒有84 記住 當我進入了 這個if 代表了 我前面已經檢查了 A2是不大於84 即是說他最大個數 是85 他最大的數是84. 所以我這裡就不需要再重複說一次 A2是大於66 以及是小於什麼 不用的 好了 如果這句成立的話,他真是66至84 我們出B 否則就出C 做法就是這樣 好了 我上次說了,我們會運用 還有 我們上次學習的if 即是按那些 如果我們真的要用按的話,怎麼辦呢 先用按 A2要大於86 86, 和, 所以是 and A2是要小一個等於 85 6號, B 6號, C 你看到我這句剛剛寫的和上面那句正在做同一件事 不過 兩方面, 第一, 我想告訴你們 and 如何在 if 上用 因為記住我們 if 的第一個是條件, return true 或者 false 而 and 亦都是 return true 或者 false 所以我們可以放在這裏 好了,那你見到 A2要大於等於66 或者85 不好意思 好了, 那不是 A2 這個我是拿 A3 A3, A3, OK 好了, 所以拿 B, 80 分是拿 B 這個情況, 兩句是 exactly 同一個做法 兩句是同一個做法 只不過是 上面那句 會簡單很多 上面那句會簡單很多 因為 我不需要處理這個 and 但你的邏輯就要很清楚了 所以同學留意了, 即是說我們 if 如果我們的 Excel 可以有多過一個輸出的機會 我們就會用 if 如果我確定到 是會多過 兩個或者以上的輸出機會 我們就會用 letter if 當然, 稍後的課堂你會學多一點東西可以取締 不過這一刻如果你再做功課的時候遇到 就記住了, 我們會用 letter if 抄狀的if 那我抄狀很噁心的名字 所以我們用 letter if 意思就是 抄狀的意思 好了, 大家記住了, 今天我們鞏固 if 怎樣用 if 裏面 再有 if 怎樣寫 另外就是 我怎樣加上 and 下去 if 當然了, 我的 lot 都可以用到在 if 裏面 這就是我們一般的用法 好了, 今天這堂就到這裏 谢谢大家